南区青少邦今天继续有三场比赛 第一场是由地主队的高雄市迎战嘉义的南兴国中队 高雄队在二、三、六三局各得一分 高雄市的徐灵俊并且提出了一支拳雷打 结果以三比一获胜 这也是高雄市队第三场的胜利 第二场由台南县队出战澎湖队 结果以三A比一胜了澎湖队 第三场由屏东的美河队出战台南市队 结果以四A比三获胜